有缘人,我们从小就开始上学,学会了听话和遵守规矩,随着时间的推移,个性与天赋却渐渐被磨平了。 等到毕业,我们变得和其他人没什么不同,平凡无奇。 之后,我们进入社会,开始工作,目的就是成为这个庞大社会机器的一部分,日复一日地做着重复的事情,加班耗尽青春,只为了赚点薪水。 随着时间的推移,我们渐渐变得像一块社会的砖,哪里需要就往哪里办。 攒了点钱后,社会又推着我们去买房,掏空家里的积蓄,终于凑齐了首付,开始了漫长的还贷生活。 这时候,我们再也不敢有任何冒险的念头了,只能循规蹈矩地过日子。 随后,家人又催促我们结婚,慌乱中找到了一个愿意陪伴终老的人。 然而,婚姻有时也像一座牢笼,两个人磨合着,慢慢地激情消退,最终成了搭伙过日子,互相凑合的室友。 孩子出生后,我们又重蹈覆辙,催促他们读书,工作,买房,结婚,生子,世世代代不断循环。 等到老了,身体开始出现各种毛病,我们将辛苦攒价的积蓄贡献给医院,频繁地出入各种医疗机构,只为了延续生命担心自己白活一场。 事实上,多数人正因为觉得自己没真正活过,才对死亡如此恐惧。 直到生命的尽头,躺在病床上的那一刻,我们才开始思考,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? 我的这一生究竟有没有白费? 大多数人其实只是匆匆来世上打个转,给这繁华的世界天快转,加片瓦。 而对于这个世界来说,少一个人,多一个人,并没有什么差别。 这是人生最难破解的一盘棋,前二十年读书,后三十年还房贷,最后二十年贡献给医院。 社会只允许少数百分之一的人觉醒,而当这百分之一的人觉醒后,便会设法阻止剩下的百分之九十九的人觉醒。 因为如果所有人都觉醒了,没人愿意再做社会的灵简,没人做牺牲品,也没人去服务别人了。 从现在起,我劝你保持清静,希望每一个看到这一段话的人都能顿悟。 当你恍然大悟的那一刻,便是你觉醒的那一刻。 绝醒的人,不再活在社会设下的框架中,也不再在乎他人的目光,而是会努力找回自己的力量,好好做自己。 希望你成为那百分之一的人。 社会就像一台大机器,每个人都是其中的零件,只具备单一功能,不能有太多独立思考,否则这台机器的运转成本就会增加。 每个零件必须是可替换的,坏了一个可以立马换掉,这样社会才能高效运行。 如果每个零件都有自己的想法,那整个系统将无法正常运作。 生命的绝醒,只有那百分之一的人能够实现。 假如大部分人都开始追求自我,社会就难以前进了。 绝醒不意味着随心所欲,而是在履行社会义务,不伤害他人的前提下,努力活出真正的自己。 如果还能创造价值,那就是一个卓越的生命。 唯有心智成熟的人,才有资格追求自由,才能真正理解生命的绝情。 而大多数人,其实是心里为成熟的巨婴,追求的是不劳而获,自私与短暂的享受。 对这些人来说,成为一个社会的螺丝钉才是最好的归宿。 他们口口声声要自由,却最渴望的是被奴役,最终被资本或道德所束缚。 消费主义让我们迷失在对物质的追求中,而真正的自我却是要向内寻找。 向外追求的快乐是短暂的,而向内的宁静才是持久的。 在这个资本主导的社会里,多数人感到迷茫和焦虑,这其实是必然的结果。 接下来,我将解释一个秘密,如何唤醒你内心深处的智慧之光。 这光芒,尽管隐匿于事件的喧嚣之中,却自古以来一直存在,蕴含着生命的奥秘。 即便被岁月的沉沙覆盖,它的光辉从未熄灭。 让我们一起踏上这段探索的旅程,打开心灵的结,与生命的本真相遇。 若要觉醒人生,首先要明白本资居足。 这个词简单来说,就是我们内在原本就拥有一切。 感觉匮乏,是因为我们被外在的种种观念束缚住了。 我们需要做的,就是突破这些外界的压力,唤醒内心的灵性。 正如智者所言,牛不会直立行走,因为他们天生缺少这种能力。 而我们人类不同,拥有无限的潜能。 看看小孩学语言的过程,一开始虽然困难,但最终他们都能开口说话。 因为语言的能力早已蕴藏在他们体内,等待着适合的时机。 同样的,我们的内在也潜藏着无限的生命潜能。 只要我们突破外在的限制,就能觉醒灵性,展现生命的光彩。 然而,为什么我们的潜能难以被激发? 这是因为我们被太多的外在观念所包围,成为了障碍。 哲人曾说,带着成人思维的孩子,注定难以表达。 我们需要突破这些障碍,回归内心,才能唤醒生命的本真之光。 那么,我们从什么时候可以验证本字具足呢? 答案是从你觉醒的那一刻开始,从你相信自己拥有一切的瞬间。 这就像爱上某个人,一开始你不懂如何爱,但爱着爱着就学会了。 又像当你想见一个人,不管有多困难,你也一定会去见到。 或者你热爱某件事,即使一开始不熟悉,但坐着坐着也变得精通了。 为什么我们总感到匮乏? 原因是,我们不相信自己本字具足,并被外界的限制绑住了手脚。 事实上,若我们完全相信自己内在拥有一切,就会明白真正的匮乏来自于我们内心的空虚。 或许你会觉得这样的说法矛盾,但本字具足的意思是,我们具备学会某种能力的先天条件。 但不代表我们无需学习,我们无法拿出内在没有的东西,外在的一切都是内在的显现。 如果内心缺乏某样东西,外在自然无法显现或显现得很少。 例如,我们不懂如何去爱他人,正是因为我们内心缺少爱,我们感到自卑,是因为内在缺乏支撑自信的东西。 如今流行一句话,你永远赚不到超出你认知范围的财富。 即使运气好赚到了,最终也会凭实力失去。 这句话深刻揭示了内在的丰富与外在的贫乏之间的关联。 当人们觉醒后,会从外在的追求转向内在的修行。 因为向外寻求如同在大海中饮咸水,只会越喝越渴,最终迷失方向。 向内寻求,则会让我们变得更加充实与富足。 比如,有人总是抱怨自己不幸福,渴望他人给予更多爱,结果却越感到卑微,与他人的距离也越来越远。 而当我们不再依赖外界的认可,专注于自我成长时,反而会吸引来更多的关注与爱。 同样,许多人总是为赚不到足够的钱而烦恼,但越是思考如何赚钱,却越感到匮乏。 这是因为我们经常向外寻求满足,当我们停止外求,专注提升自我能力时,自然会解决他人无法解决的问题,进而获得相应的回报。 所以,无论我们想要什么,首先需要在内心具备相应的质量,才能在外在显现出来。 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,会自然而然地培养出真正的自主意识,让内心更加充实,最终在外在的行动中体现出来。 很多人喜欢将不幸和贫穷归咎于命运,然而,如何定义我们的经历才是真正的关键。 在没有觉醒之前,我们是命运的接受者,无法选择命运基于我们什么。 而在觉醒之后,我们成为命运的体验者,无论命运如何,我们都能选择如何演绎自己的人生。 有些人刚步入社会,有些已经成家立业,还有些人进入了中年。 无论我们处于人生的哪个阶段,过去的岁月已经定性,无法回头,亦无法重来。 然而,从这一刻起,我们可以决定如何书写自己的后半生。 比如,两个条件相似的人,因为一次考试失利,没能进入理想的大学。 第一个人怨天尤人,整天抱怨,消极度日,放弃学习和参加时间。 最终找不到好工作,陷入对命运的不满,进而让生活美况愈下。 而第二个人接受了现状,并在不理想的学校中依然努力,不仅拿到奖学金,还顺利考上研究生。 毕业后找到了一份高薪工作,为自己的未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 同样的境遇,不同的心念,造就了截然不同的人生剧本。 关键在于念头,一念天堂,一念地狱。 我们外在的世界,无论好坏,都是由我们内心的念头决定的。 然而,大多数人忽视了念头的力量。 每一个念头背后,都潜藏着一个生命的剧本,选择什么样的念头,就会开启什么样的命运。 当我们面对相同的打击或困境,不同的心态将会引发不同的选择,能量和态度,最终导向不同的生命轨迹。 因此,我们每当动念时,要谨慎考虑,思考这个念头将带来什么结果。 让心保持平静,以积极乐观的心态去迎接生活的挑战。 这样,我们的思维方式才会彻底改变。 觉醒之后,我们会真正懂得什么是深度思考,打破固有的思维模式。 过去以为的思考,其实只是头脑中的自动反应,它来自外界的灌输和他人的影响,并不是真正的思维活动。 真正的思考,源自怀疑和探索,当我们学会质疑,跳脱出惯性思维,我们将发现一片新的天地。 当掌握了深度思考,我们会明白,以前认为需要自律才能达成的目标,其实是违背自然规律的。 自律,本质上是内在的缺失,是心灵没有觉醒的表现,因为它依赖头脑做出决策,而不是由心灵引导的。 头脑告诉你该减肥,该赚钱,这些表面上看似需要自律的行为,其实无法持久,因为它源自于低层次的认知。 真正的觉悟,不在于强迫自己遵循自律,而在于内在的自由与觉醒。 开悟的人,其实不需要刻意抢救自律。 像岳飞那样忠心报国,或亡羊名称为圣贤,他们内心都有一股力量,超越了自律,推动着他们奋进不懈。 他们靠的不是外在的要求,而是一种内在的渴望,这渴望比一般的欲望更高级。 佛家追求的是明心见性,究竟逆盘,道家讲究道法自然,天人合一。 儒家强调的是客气负礼,修其置评,这些追求背后的力量,源自于一个崇高的目标,就是励志。 有了这份志向,自律,坚持和努力便成为自然的流露,无需强求。 就像充满爱的人,不需要用法律或道德来约束,因为爱本身就涵盖了一切,超越了律法和规范。 然而,没有志向的人,往往只关心眼前的利益和得失,忽视内心那些真正有价值的声音。 当我们默示心中的正义感,选择不发声,不行动,我们的内心就会被蒙上灰尘,逐渐变得冷漠麻木。 那些过度依赖自律的人,面对社会的不公,往往选择置身事外,因为自律告诉他们,与己无关,不必多事。 然而,这样的生活方式,只会让我们与真正的觉悟渐行渐远。 我们的心像一面镜子,随着无视内心声音的次数增多, 镜子上的尘埃也越积越厚,我们离开物的境界也越来越遥远。 因此,王阳明在晚年反思他的知心合一,最终只留下了力智与良知这两个核心理念。 在生活中,我们常听到坚持和努力是成功的关键。 然而,老子的道德经告诉我们的却是无为而至。 这并不是要我们什么都不做,而是提醒我们不要让私欲主导行动,而要顺应内心,跟随良知。 这就像一棵树,自然的成长,不需要刻意用力,只需顺应自然的法则。 如果我们真正热爱某件事情,努力和坚持便不再是负担,而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表现。 无为而为,正是这种顺应内心的力量。 无需在乎外界的评价或得失,只要跟随内心的动力,事情自会发生。 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,并向内寻求时,内心的力量会改变我们的思维,力智变得清晰。 努力和自律也会自然而然的成为生活的一部分。 这份知识,如同一盏明灯,指引我们走向开悟的道路。 希望今天的分享对您有所帮助。 在评论区留下一句我要觉醒或者说出您的想法。 如果您喜欢这个内容,请订阅我的频道。 随缘加入会员,与志同道合者共修基辅。 欢迎大家使用超级感谢来留言斗泪,小额赞助。 你们的留言我都会堪忧。 最后,请积极分享。 点赞这支关于正能量的影片, 让正面思维在宇宙中迅速扩散。 不仅帮助了别人,也让自己受益, 种下智慧种子,功德无量。 感谢观看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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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